李强要榨干国库吗 下令央企在五年之内要消费三万亿元人民币 中共的政法委认定胡有平是靳勇为的勇士 中纪委发半年战报 说已经处分了超过33万名的党干部 中国地方官要断农民的后路 急死习近平 北京紧急喊话 抢救股市 中国证监会要外资座谈 承诺改革 中国近年以来经济发展是疲乏无力 股市也不行 投资也不行 出口也不行 消费也不行 于是中国国务院为了拉动中国的内需 就要求中国的央企在五年之内 要制定一个大消费的计划 要准备支出超过三兆元人民币的资金 来购换新的设备 不过央企的这笔钱从哪来呢 当然是从中国的国库里面出来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务院在7月26号的时候表示 指导中央企业率先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加快先进设备的淘汰 数位化的转型 还有绿色化改造等些过程 预计五年的时间总投资额达到人民币三兆元 中国国务院的新闻办在7月26号的时候举行了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记者会 而根据中共官网的新闻稿显示 中国国务院的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的负责人 刘少伟在会议当中就表示 中国国务院的国资委近期召开了中央企业 大规模设备更新工作的推进会议 聚焦五个加快推动大规模的设备更新 刘少伟指出将加大支持的力道 坚持能给进给应给进给的原则 直到中央企业发挥表率作用 规划未来五年中央企业将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改造当中 总投资超过三兆元 刘少伟强调要求中央企业在采购设备的时候 对于各类型企业要一视同仁 坚持买技术水准最好 CP值最高的装备 让品质价格皆优的供应商出现 另外他还提到了五个加快 第一个就是加快推动先进设备的更新 加速替换改造一批服役时间长 生产效率低 工艺技术落后的生产装置和设备 更新部署一批高技术 高效率 高可靠性的先进设备 第二就是加快推动数位化的转型 加快实施一批质改数转网联项目 推动人工智慧等些新技术与制造全过程 全要件深度融合加快智能装备更新替代和新型网络 基础设施规模化的部署 第三就是加快推动绿色化的改造 推广一批绿色装备 大力促进降无降碳节能降耗 加强设备效能管理 加强对效能水准较低的装置设备进行更新改造 大力的布局资源循环利用 形成产品从研发制造到回收利用的良性循环 第四就是要加快推动本质的安全 实施一批老旧装置的改造 强化安全技术安全装置的应用 在安全隐患耗发的领域展开机械化的换人 自动化的捡人以及机器人替人 加强对各类危险源的在检监控和管理 提高事故和灾害的监测和防范的水准 第五就是加快强化有效供给 研发生产一批新型装置设备 推进在各类工业机械农用 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应用 努力提供技术先进绿色低碳 节能高效 适用市场需求的设备产品 中共的政法委今天发布了 最新一季度的建议勇为勇士榜 当中胡有平就榜上有名 这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中共的政法委在星期五 也就是7月26号的时候 发布了季度的建议勇为勇士榜 在苏州日本人预袭事件当中 去世的胡有平上榜 中共的政法委的微信公众号 发布信息说 中共的政法委在北京 发布2024年第二季度的 建议勇为勇士榜 根据网络关注度和各地各单位 推荐意见进行综合评证 一共有48位建议勇为勇士上榜 中共的政法委形容胡有平 英勇无畏地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并且说胡有平与另外一名上榜的勇士 王龙的先纪世纪 网络浏览量超过了13亿人次 近日中纪委又发布了最新的半年战报 说2024年的上半年 中共纪委一共处分了33万名的中共的党干部 有人就说了 习近平反腐以来是年年都说反腐成绩斐然 但是又不停地在喊 反腐败一直在路上 而从中纪委发布的战报来看呢 是年年反腐年年腐 而且是腐败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这是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在7月25号的时候 中共的纪检部门公布了 2024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的情况 有超过33万名的干部 因为各种原因受到了处分 其中就包括了25名的省部级官员 而近年以来 中共当局一直强调反腐败的工作 永远在路上 但是为什么却出现了党员干部当中的贪官 有抓不完的现象呢 中共纪委国家监委的网站 在星期四 也就是7月25号的时候公布信息 说2024年的上半年 中国的纪检监察机关 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情况的报告 数据显示 在175.4万件次的信访举报当中 有47.7万件次属于检举控告类的信访举报 已经对40.5万件立案一共处分了33.2万人 当中包括了25名省部级的干部 2127名厅局级的干部 中共的纪检监察机关已经透过四种形态 对相关的人士做出了惩处 有54.2万人次要接受第一种形态 包括批评教育 训话和面谈等些处分 占到总人数的61.6% 有27.1万人次需要接受包括警告 记过和降级等些处分 3.1万人次要面对辞退或者是开除党籍等些处分 只有3.6万人次被正式的立案调查 而在1.2万名被立案的行贿的人员当中 有1941人被移送检查机关 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表示 中共的纪委公布的数据 只是贪污腐败的冰山一角 而官员有很多的潜规则和不成文的规定 请官员吃饭要包的红包也是明码标价 吴绍平表示 在上海有一个规矩 商人如果请官员吃一顿饭的话 要给红包 根据他们的级别不同 红包的大小也不同 但是最小的是2000块钱起 比如他的一个当事人是旅游业的经营者 警察来做一个例行的治安走访的时候 都得给他们打红包 其实他们就是来收保护费的 如果不懂规矩的话 你没事也会贬得有事 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行贿的方式 他表示 虽然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上任之后大力的反腐 但是翻查数据在疫情之后中纪委监委每年约收到了300万件次的举报 在中共猛烈的打贪之下 党员干部并没有进入寒蝉 反观被抓的贪官的人数近年以来有增加的趋势 这与惩罚的力度不足有关联 他表示很荒谬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四种形态的处分方式 这四种形态处分就是给你自我批评或者是给你一个很轻的处分 顶多就是调整一下你的职务 真正得到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是少之又少 这种反腐的成绩单一拿出来 就已经告诉每一个中共的官员尽管去贪腐吧 他表示中共当局是在不断的鼓励这些官员从事贪腐和违法犯罪的活动 可见中共的所谓反腐的十年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而时事评论人士王健表示 中国官员贪腐问题出现越反越俯的现象 其中一个方面的原因与没有监督机制来制约党员干部的权利是有关联的 就造成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情况 而另外一个方面也与当权者的政治需求有关联 近日以来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在鼓励农民放弃农村的宅基地进城买房 而近日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党组书记韩骏就紧急喊话 说各个地方一定不能够买断搞一刀切 必须要给农民留后路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 说中国多地鼓励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进城买房 舆论引发了恶评 中国的农业农村部的党组书记韩骏在7月24号的时候就喊话 说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出一定要稳慎不能够花个几万块钱就彻底的买断了 一定要给农民留个后路 在中国大陆农村的宅基地是农村农民用于建造住宅和其其附属设施的集体介绍用地 个别农民拥有使用权 而根据中国的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农民转让其宅基地之后就不能够再申请宅基地 为了房地产去库存缓解财政的压力 中国多个地方鼓励农民放弃宅基地转到城市来买房 并且提供补贴 比如安徽的凤阳县政府就表示 6月20号到今年的年底 自愿放弃农村宅基地并且进城买房的农民 可以获得一次性人民币5万块钱的购房奖励 地方政府此举引发舆论抨击是对弱势农民割韭菜 要是农民今后付不起房贷了就形同断了他们的退路 报道表示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闭幕之后 中国的农业农村部的党组书记韩俊 7月24号的时候在中国国新办的记者会答复媒体的提问时 主动的提及了宅基地的退出争议 韩俊强调以宅基地使用权的退出为例 总的政策基调是推出这方面的有关政策一定要稳慎 不能够刮风 花个几万块钱就彻底买断了 对农民的长远利益未必就是划算的 他说这个方面一定要给农民留一个退路 一定要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来着想 另外他强调说宅基地的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 也就是说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或者是变相取得 所有法律在这点上讲的都非常的清楚 政策要求也是非常明确的 在这一点上不能以任何形式来开口子搞变通 要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和私人会馆 严格禁止给退休回乡干部职工分宅基地来建房 要守好政策底线 而根据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在7月25号发表了社评 呼应了韩俊的讲话 该社评当时就指出 宅基地退出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部分 自2014年11月份 中办国办印发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一线以来 中国的土地流转面积超过了5.5亿亩 为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积极化 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 但是由于宅基地退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关系到了很多人的根本的问题 相关的方面还在积极的探索当中 总的基调是稳慎 而该社评还强调 土地流转 要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之下 严格的落实三不原则 也就是不违背农民的意愿 不损害农民的利益 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 同时要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的收益分配权 三个权利 对于韩骏提到的宅基地的退出不能够刮风 社评说这两个字指出了症结所在 尤其是在当前房地产面临很大去库存的压力 中国的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之下 就更容易助长刮风的风气 此举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政绩 而另外的一个方面是为了获得实际的收益 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该社评还直指一些地方推出的鼓励农民退出宅基地 实际上取消了这些农民对宅基地的所有权 也就是买断 这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 也就是没有给那些宅基地的拥有者留后路 在中共的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股市是跌跌不休 而近日中国证监会为了挽救中国的正确市场 挽救中国的投资和股市 紧急召集了十多家的外资企业 还有相关的外资机构来开座谈会 向他们承诺中国的证监系统 正在深入地学习三中全会的相关精神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的证监会近日邀集了 十家外资券商与投资机构的代表来座谈 表示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 研究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一揽子的举措 承诺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向 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报道说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召开 其中提出了十条关于资本市场的改革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官网 在7月26号的晚上发布的信息 说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 近日中国的证监会的主席吴清 在北京举行了专题座谈会 与十家外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 还有外国专业投资机构等些代表深入的交流 充分听取意见建议 中国证监会表示 在座谈当中 各家外资机构代表一致认为 今年以来 中国政府和中国证监会推出新国九条 和一加恩系列政策文件 以强监管防风险 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的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 政策效应逐步的显现 另外中国证监会还表示 各方一致表示 近期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明确传递出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对外开放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和清晰路线 大家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 充满信心 长期看好 将进一步的深耕中国市场 服务中国市场 持续为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的发展 积极贡献力量 而根据相关的发布 与会的外资代表就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全面的深化改革 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包括促进投融资协调发展 进一步增强对科技创新和新制生产力的制度包容性精准性 多做并举活跃并购重组市场 支持上市公司转型升级 提升品质 大力发展私募股权 创投市场 培育更多长期资金和耐心资本 有需扩大资本市场制度转型开放 提升外资机构投资便利性等等 而吴钦海指出 刚刚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心服务 对各领域各方面改革做出全面部署 对资本市场改革做出一系列重要安排 说当前中国证监会正在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 研究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开放的一篮子的举措 他说中国证监会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方向 坚定不移的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依法从严加强监管 大力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持续的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另外吴钦海表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希望包括外资机构在内的市场各类的主体 积极参与 在健全法律制度 完善市场定价机制 加强交易监管等些方面 加强研究建言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